大家要看一下 现阶段台中这叫超级蓝白示范区 这次的结果立委是赢的 民进党从6比2在台中变成2比6 民进党在台中剩下两席 可是实际上对国民党的选票 真的是好吗 我们看一下 赖销在台中的得票率 跟全国的得票率 台中略少了3% 可是侯兆 全国的得票居然比台中还要多1% 最特别的是柯吾 也就是柯文哲在台中的得票 居然大于全国的选票 快4个百分点 这代表什么意思 卢秀燕在台中 大量的跟民众党合作 变成蓝白示范区 从蔡碧如这一区 这次只小说的蔡其商副院长一点点 而变成全市大规模的蓝白合作示范区 甚至在最后阶段柯文哲拍片 等等的宣传 导致的结果是 侯又宜跟赵绍康 在台中的得票 不仅没有特别好 而且比全国的得票还要来的低 老实讲 以台中卢秀燕执政的状况 立委选这么好的状况 这是选不好的 可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于整个蓝营跟白营 未来合作 这样子示范区 是不是可以算成功 我们请阿淼帮我们补充一下 你觉得台中这样算成功吗 如果延续你刚刚讲立法院的状况 那台中的案子呢 台中应该未必是蓝白合 而是卢秀燕他个人的努力 就是说卢秀燕这一次在台中 是他动用了整个行政资源下去浮学 这是第一点 对 那第二点就是说 以台中的状况来讲 很多的基站区 其实五五波最后 最后的一如没走完 那所以 我觉得这未必是因为台中的蓝白合 然后蔡壁如他个人有多大多大的影响力 并不是这样 而是卢秀燕的影响力在这次发挥 而且大家知道今天大家已经开始讨论 谁是国民党的明日之行 下一次国民党谁要选总统吗 卢秀燕屡次被点名 我相信他个人对自己应该也有是更高的期待 所以他这一次 虽然我人不在台中 但是我有听闻说卢秀燕真的是 用尽了洪荒之力 动用他所有可以动用的资源 包括行政资源 在为国民党蓝营的这个台中在做辅选 那可是你要看 未来台中是否就是所谓蓝白合的指标 我认为未必 因为柯文哲他不是一个甘心会做蓝营附庸的人 他是要在图谋四年之后 他昨天有讲 四年之后他还要再选总统 国家还要还给他 所以他怎么可能会去说 那不然蓝白合之后 柯文哲来做卢秀燕小弟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还是再重复一句 蓝绿都要注意 未来柯文哲他绝对是单点式的合作 他绝对不会说跟蓝大规模合作 跟绿大规模合作 因为对柯文哲来讲 最大的利益就是他每一题都用喊价 每一题都拿到最高 所以立法院长他是单一的议题 未来浅建国造的预算 他又是单一的议题 未来什么建设的预算是单一的议题 外交是单一的议题 那蓝绿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这样的人做博弈 你是要说权限的让步 还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决心 就是每一题每一题 你都要费尽洪荒之力单点去协商 当然后面会比较累 但是对于坚持自己政党主体军跟路线而言 后面这条路才是你能够在 四年之后的总统大选 你能够走出自己的基本盘 走出自己的既有的影响力 你能够扩张下去的关键 在常说补充之前我想请教一下佩军 那台中的状况以国民党你们内部的看法 总统没有选好 而且选的比全国平均差 但立委是赢的 你们内部觉得卢秀燕这样子是有战功 变新共主 还是大家内部也会对他小小检讨一下 不会啊 怎么会检讨他 他这个 其实这个结果并不意外啦 因为在选前就已经很有端倪了 这个卢秀燕昨天我问一下台中的朋友 他只用一句话 他说这个卢秀燕是用生命在浮选 其实我觉得跟他是县任市长这件事情 关键没那么大 民进党全台有很多的县任市长 生命浮选 就说他用生命在浮选 这句话不为过 第一他自己在台中的施政 拿出了实体的政绩 这是有的 第二是他下商帮大家去扫街的频率 也是有的 那同时他公开行程 可能这些小鸡都跟着他去 我觉得蓝白示范区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他对蔡壁如 我们是国民党最大的诚意 不管最后蓝白的结果是如何 当时承诺你这一区是合作的示范区 要做我们一定做到最后一刻 所以不管不止卢秀燕 展望安 其实甚至其他我们国民党的提名候选人 也一直去帮蔡壁如拉台 扫街扫菜市场 这些都做到 那就算大局没有办法合作 可是答应你的事情 我们继续会做 所以其实他跟蔡壁商拉得这么近 说意外我也不意外 因为两边的合作 而且真的能做的事情都去做 所以蔡壁如在他自己讲的说 他被科文哲放声的情况之下 那这一席的意义 我觉得蛮重要的 但是至于接下来跟柯文哲 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蛮同意向阿淼刚刚说 因为向阿淼这次也算是跟民进党合作 但他不会每一个议题都去戳民进党 然后来看看我们这个怎么样杠杆之下 他可以得到最大的曝光跟声量 但一定是我选择跟你合作 那大方面基本上是全部的议题 我都会跟着你的大脉络去走这场选战 但柯文哲不是如此 那特别是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事情 就是不要忘了立法院长有实权的人是黄珊珊 黄珊珊跟柯文哲这两个人 接下来还会不会站在完全的同一条线上 又或者是黄珊珊就会毫不遮掩的 把他个人的这种雄心壮志露出来 这个我觉得是接下来很有趣的事情 柯文哲跟黄珊珊跟黄国昌有没有矛盾呢 我相信长所应该可能最有心得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但是长所你刚刚要补充 对我刚刚要补充的其实是 这一次在选举过程里面 当然就蓝白为了 不管为了什么原因提出来 联合政府的这个概念 其实联合政府绝对不是像现在柯文哲 或是现在民众党想要做的这种单点式的 一个一个每一次的算计做歌喉战 一下跟蓝合作 一下跟绿合作 你如果看所有欧洲国家的联合政府 以德国来讲绿党不会说 我就看媒体 我一下跟基督教民主党合作 还是一下跟社民党合作 不会这样 我今天答应进去 社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我们就一起承担所有的执政成果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你在每一个部门里面 你的A部门的预算变多 B部门就有变少 你有很多的议题不是单一议题 老实说你整个执政是千丝百缕 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叫说 我们并不是说反对合作 而是说这种合作 绝对是造成未来很多 你没办法 如果每一题都要用这样算计 它永远都是在设计一个陷阱 让你跳 你每一题 你今天这一题好像可以合作 下一题叫做让你死 而不是一个像真正正规民主国家 的联合政府 或说一个联合的集团 政治集团 大家一起的一个跨越政党的 一种一段长时间的一个合作 所以就像刚刚佩君讲的 像现在民众党心里在想的 就不是正派 不是正常的这种民主国家 会有的联合政府 或是一个联合的合作 所以我也是希望 不管是蓝的或白的 不管是蓝的或绿的 千万不要 傻傻就去让他这样扔掉 对 常说我讲一下 刚刚我们在座来宾 除了马云文是记者 要中立客观以外 三位你看 有民进党的代表 有国民党的代表 有社民党的代表 看起来对于跟民众党 完全的合作 都与待保留 那刚刚的网友 跟大家报告一下 统计完了 大概9成5都是不要合作 所以看起来 我们914克数的观众 也有大家的想法 蛮一致的